因為我爸是軍人 我爸就說 他說兒子你去當兵 你不要最前面 也不要最後面 中庸之道 對 卡在中間都沒有事情 不會被注意 對 因為你太強的話 你會被掉到很辛苦的地方 那我這種 他說你最後面打你會被操 我有一個朋友很白癡 台灣訓練完之後 又弄到外道再操 太傑出還打橄欖球了 對啊 還自動舉手 還自動舉手 來嘛 你好啊 我是因為我是國光異校 我本來是陸軍 後來因為憲兵的兵種兵不夠 然後陸軍又轉掉憲兵 可是當憲兵其實是個榮譽 所以我還沒有真的進去之後 我就已經去義工隊先報考 那我運氣很好 因為那個要算名額的 不是說你想進就可以進去 都已經快退掉了 已經自然了 現在自然很多了 然後那個義工隊隊長就算時間 他要算時間 他說好了 就算時間 然後我是剛好接邵熙的位置 邵熙 邵熙是我國光異校學長 也是我義工隊的班長 那我就進去 可是實際上 因為我覺得我很容易融入大環境 所以我覺得在中心我是憲兵 憲兵要超四個月 中心要四個月 陸軍只要兩個月 然後我就其實我那時候考 然後他們那個隊長說OK 婆根你可以喔 好 時間上就搭上了 因為邵熙學長他要退伍了 交借給你 那我就當然要當主持人 我就進去了 兩個月後就準備要抽籤了 就是在部隊中心要抽 你要調哪個單位 調哪一個地方 然後我女朋友就學妹 就說老公已經確定了 已經是 我的資料已經從中心拉到義工隊 我就已經知道 透懂了 然後就練戰技 哇 多刀 多槍 長短緊困 情拿樹什麼 我怎麼記得住 我連五到幾個八拍都記不住了 然後班長就說 鵬鳥根 你倒楣媽的 你會被超死啊你 因為下部隊要戰技嗎 我說報告班長 學兵 鵬根 部隊不需要用到戰技 他說幹 什麼單位 我說報告班長 學兵 義工隊 義工隊 他說 喔 義工隊喔 真的用不到 好 你去打飯 我就去打飯 打飯班 刀垃圾這些東西 真正操的是義工隊 一進去要先劈腿 要能夠拉筋 拉到整個 不會 會不會辛苦 我們是跟女團員互拉 很興奮的 什麼好 男女搭配幹活不累 女生也唱 突然間好開喔 連打開不了 後來開很大 對 對長度也會有 有增加 腿的長度 其實最辛苦是在義工隊 OK 你確定要在他們面前 講這種話嗎 真的 真的是義工 我們是男生對男生 而且那個時候 我跟我一起當兵是湯俊佩 紅愛兒湯俊佩 湯俊佩 我們是一起當兵的 然後拉的 然後又不能放假 一定要拉到 筋要開喔 正批 180度要開喔 側批也要開喔 你沒有筋 沒有開不能放假 很痛耶 那是硬拉的耶 硬拉 然後菜鳥一進去 那些學長都要把節目都頂給你 我們大概一次演出 大概都10個節目或11個節目 然後反正我撈鳥了 你每一個節目都要會演 對 要有 對 然後就是你快要退伍的時候 蒲博跟菜鳥 來來來 我那個雪中紅 來 你來頂 我才剛才就有跳7個節目 然後主持人 還穿著下一個節目的衣服 然後主持 然後直接跳 所以就很操 這樣不就很紅嗎 不是很紅 7個節目 對啊 都看到你 超紅的 一直看到你 一個禮拜七天都看得到你 你看這種人 當個兵 然後閃躲 閃這個閃那個 7個節目你就喊多 我要唱歌 唱完以後還要進來當司儀 講OS 一邊在講這一邊幫我脫光 然後直接換衣服 還要出來跳玫瑰 玫瑰我愛你 其實我也差不多 這樣好笑喔 從頭到尾都沒有 我跟你講中華民國陸軍 各位我多當三天兵 因為演出 因為演出 對啊 這個義工競賽 然後這一檔演出 沒有我就是演不了 所以我是從金門退伍的時候 就是 這樣比較厲害是不是 怕了吧